现榨国产梅花猪肉腌制入味 直接放进烤箱 表面再铺上凤梨果泥和起司炙烧 光看就让人口水直流 一旁还搭配玉子烧和杏鲍菇 台铁新推出的猪排便当 不止美味更注重营养均衡 那他的主菜呢 是选用我们国产的梅花猪肉 那以后切的方式呢 再用酱汁去卤制了以后 再加上我们新鲜的凤梅果泥 然后加一点卤酪丝呢 去火烤炙烧 所以上层比较稀释的做法 然后下层的肉呢 有肉汁的香味 台铁便当以凤梨入菜 用行动支持农友 开卖当天还推出买便当 送凤梨果干 目前只在台北车站一楼 台铁梦工厂单点贩售 而且还每天限量50盒 因为它凤梨还有很多的酵素 可以软化肉质 那可以帮助我们的蛋白质消化 那另外凤梨还含有 很多的膳食纤维 能够帮助我们排便 凤梨有丰富酵素 能帮助消化 台铁推出特色便当 还找来营养师调配菜色 兼顾美味健康 也就由凤梨谐音忘来 让民众吃便当 还能带来好运 希望冲高买气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